客人出遊留下紀念罩罪 右邊短髮穿夾克的 就是知名作詞人李昆成小時候 2013年與林靜恩交往 相戀長達十年 最後結為夫妻 如今仁左茶樑 還產生兒子與妻子奪產疑雲 他們每更首度出面指控林靜恩 李昆成寶妹控訴當他哥身體不能自理時 首要不是找林靜恩協助送醫 而是打電話求救妹妹 就連住院照護時 一開始都是妹妹一肩扛起重擔 控訴林靜恩 一度不願意通知李昆成的兒子 所以說那時候簽名在什麼 都是我簽名 想躲一段時間 我這樣就很冷靜 我還要很冷靜 李昆成的妹妹欺詐控訴 兩人結婚過程 李昆成的妹妹欺詐控訴 林靜恩當時沒告知任何人 講到氣氛之處 李昆成的妹妹不斷咳嗽 包含對方私自喚老家門所 現在獨自居住吵得不可開交 李昆成妹妹直呼不懂為何一個家 怎麼會變這麼亂 至於林靜恩接連遭丈夫家人矛頭針對 真相到底如何至結構前 他尚未回應 在節目上真情流露 音樂人李昆成與小四十歲的伴侶林靜恩交往十年 這一份感情當初感動不少人 但李昆成四月九號因大腸癌離世後 兒子李卓軒使用爸爸臉書 接連好幾篇PO文指控林靜恩 李卓軒控訴林靜恩為了遺產偽造文書 還把父親銀行戶頭裡的救命錢領光 車子賣掉不繳房貸 還整天在家喝酒打電動破壞東西 痛批甚至在父親海葬當天 家屬只有他和姑姑到場 控訴林靜恩怕負擔 髒葬直出直接身影 最後還回疑他不需要參加 花錢花到忘記賺錢這樣 然後常常一個月都 有時候就快見底了這樣 還不會忘記去買電影票 我跟他剛認識的時候 他連打蛋炒一個荷包蛋都不會 結果颱風天我想說 哇肚子餓了怎麼辦 他馬上叫我進房間 等一下 等一下出來 在廚房餐桌上 他擺出一碗面 但過往節目片段 林靜恩就曾提及 知道李昆誠的經濟狀況 也有網友聲援林靜恩 能相伴十年已經不容易 對錯紛擾外人不懂 只有當事人自己清楚 而鄰居也透露 李昆誠夫妻關係其實還不錯 鄰居說李昆誠離世後 就嫌少看到林靜恩出入 對於李卓軒的種種指控 林靜恩截稿前並未回應 只是十年情緣畫下據點後 又因遺產房貸等問題掀起波瀾 也讓外界無限感慨 再來今晚陳平 台中報導